大家好,旧金山日落区的首个夜市活动上周五热闹登场,吸引超过上万人参加,活动相当的成功。 时间是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,人潮都络绎不绝,带大家一块去看看。 9月15号,旧金山日落区二门街加20与23街之间人山人海,挤爆了三个街区。 每个食品摊位,餐车前面都有长长的排队人龙。 还有卖商品、咨询以及娱乐的摊位。夜市活动也有文娱表演,每个街口都是有一个表演舞台,有唱歌、乐曲演奏、舞蹈等等。 美食节目主持人曾文达也有来到现场支持活动,并为买数的粉丝签名。 首次夜市就有约70个商家参与,吸引了上万人参加,而且成功带动二门街的小商业。 道路两边的餐厅也都是排队人潮。 推动这个活动的第四区市议员英加利周尹格利尔说,参与的人潮超过预期,证明大家都希望旧金山夜晚可以有这样一家同乐的社区活动。 他说,根据这次成功的经验, 未来还会在日落区其他地点举办夜市,而且会招揽更多汤位,增加更多美食。街区范围也会相应扩大。 许多来夜市的民众也希望这个夜市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,并成为旧金山全市仿效的典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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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